巨龙攀附在花岗岩上 透过细腻的瓶身设计 展现龙的传人精益不凡精神 更带出马祖纯酿的珍稀韵味 拥有得天独厚地理环境的马祖 所酿造出来的成年高粱马祖老酒 不但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近年来更在国内外市场生活好评 不但连续五年获得总统夫指定国印酒 还年年获得世界大奖的殊荣 为台湾珍光 马祖的气温跟台湾其实是差了五度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全年在发酵上面 它有一个低温发酵的效果 它的发酵时间大概是台湾的两倍半左右 那另外在我们的储存是民国81年 是全台湾第一间酒厂 把高粱酒放在坑道里面储存 坑道因为它很稳很湿 不会受环境气温的影响 所以它的酒职成化效果是非常好的 为了扩展更宽广的经营登陆 吸引年轻族群目光 酒厂也与知名国际瓷器品牌跨界合作 推出精品限量酒款 也特别邀请直栏选手拍摄广告片 更顺意市场品领人士的爱好计划扩增厂房 超多元的酒品之路卖进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计划 我们会盖一个全新的展新的工厂 我们的酒类登记是很多的范围很大的 包括威士忌 包括啤酒 清酒 这些我们都有做工厂的登记 那这个工厂会预计在三年后完工 我们投资非常大的金额 其实就是看好国内的这块市场 针对未来的需求做规划 专寻传统古法融入创新元素 让这股独特的纯香风味 不只要世代传承下去 还要展现百变风貌